花莲市年度蜜香红茶评鉴比赛22号进行参赛缴茶作业 这次来自瑞税、玉里及富里三地区茶区的茶农参赛相当踊跃 总共缴交了198个茶样点来参赛盛况空前 而为了确保饮食安全 主办单位也同步进行了药检采样 同时进行封口确保参赛茶的品质 从一早起茶农陆续前来农会推广部搅茶 从编号称重到采样要检 每一个环节小心谨慎不马虎 只有搅一个茶样啊 对啊 这没有茶吗还是 还没开始 还没有开始 对啊 因为我们春茶还有夏茶都做那个清香红 嗨嗨嗨 我们都做红茶的就还没开始长了 所以好不容易急出一点也要参加 花莲县密箱红茶评件比赛即将在7月6号起登场 今天进行缴茶作业的同时也采样要检 确保茶瓶的饮食安全 而来自瑞穗玉里以及副里三地茶区的茶农参赛踊跃 总共有280个茶样点来参赛 今天是109年花莲县密箱红茶调查的日子 首先感谢我们的茶农这几日的辛苦 可说是把家里的优质的密箱红茶都拿来比赛 那今年预计的收点的茶数会比往年来的增加 这代表我们花莲对于茶农 还有我们茶农对于田间管理的栽培的用心 还有制茶技术的增进 那今年的品质会稳定的成长 那另外今年的取样到评件的日期 因为有一点长 因为是正逢端午佳节的影响 所以怕茶叶受潮 所以我们在收茶样的情况 我们会增加一个小动作 就是把那个封口把它封起来 希望那个评件当天可以让茶叶发挥他们的优势 办理超过10年以上的密箱红茶评件比赛 从2018年起加入药检项目 不仅茶精原料天然无毒 在农会长年辅导协助下 茶农建立完整的生产履历 维护自己的品质 同时也为消费者的食安打官 花莲信各乡镇茶农今天完成缴茶后 农会也随即配合县府与农粮署 针对每包参赛茶抽样送往宜兰大学进行农药残留检测 而至于收取的参赛茶 农会同意放置在农器房内 近代药检结果出炉 才进行第二阶段的官能评件赛 记者石玉兰瑞瑞采文报道